打完疫苗很緊張 阿伯似乎還是很怕接種後出現副作用 剛才說那個開醫退消 他說不用 我說晚上我家會發燒怎麼辦 要準備 長者開放施打AZ公費首日 雅東醫院9點前已有大批長輩在等 今天起開放第七類和第八類的民眾來接受施打 那醫院考量到第八類的長者 他們使用網路的習慣比較低 所以特別開設了特別的門診區 提供他們直接來做施打 9點半報道人數已達54元 預約的也有13元 擴大施打族群 第七類軍人和國安單位文職人員20.8萬元 第八類65歲以上長者348.5萬元 一至八類總計已有456.1萬元 符合公費資格 不安全 韓國公布數據施打一劑AZ疫苗後 在年齡達60歲的長者 預防感染病毒效率達到86.6% 鼓勵民眾接受疫苗施打 他們已經打了超過350萬人次 而看到這樣子的保護效果 醫師族群目前疫苗的施打率超過35% 是所有各個質別各個質類裡面最高的 任意失接種率促打器 但印度疫情蔓延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把印度變異株 列入引發疑慮名單 使英國變異株再變種 傳播力更強 與南非巴西變異株都有484位點變異病毒專家 實性如說恐怕會讓原本疫苗保護力 降到甚百分之十到二十五 由建於此或許能考慮雞尾酒混打法 但是你如果從人體實際實驗的觀察是 你好好打一劑疫苗之後 英國的疫情是整個都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一直在糾結 AZ疫苗人數接種進度快 截至五月八號累計九萬一千多人 在目前台灣現有的三十一萬劑疫苗三成以上 指揮中心公費加速開打 要趕在校旗內全數打完 TVB新聞 盧鴻長張明和吳宣彤 N小組 台報道 請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